而是下面的音全部空掉了 就这样塞到这个头发昏 那这个当然听起来是 就是理论上来讲是很糟糕的状态 不过呢 一般来讲 这个头炫自闹的这种头不舒服 有的时候并不是响音死症 是普通太阴病就会有的 因为太阴病 这个脾气下陷 清阳不生 那所以那个人一样会头觉得闷啊重啊 那之前讲到那个清阵汤法 讲到那个雷头风啊 也是类似的身体感 所以如果是一个太阴病的病人 他其实就是会有那种头重啊闷的感觉 那这个时候他如果拉肚子停了 那是理中汤吃的有效了 那个不是要死啊 对不对 那接下来就再调一调 他这个清酌升降能够好了就没事了 所以并不是 并不是你看到一个人拉肚子停止的 然后头昏了 那就是要完蛋了 并不是 这必须是在一个少阴病的角度 就是他的确他那个心跟肾都越来越弱 好像都救不回来的时候啊 才能够使用这一条 那么再来啊 十一支十八条 他说少阴病 四溺啊 就是手脚整个都冷掉了 那物寒而生泉 这个人怕冷缩在那边 脉不治 把脉啊 也没有脉可以把了啊 这个人没有元气了 那么我们的这个桂林本邪 心烦而造者死 就是这个人很烦 而且有很多不自主的小动作 他就会死 那就是桂林本的写法啦 宋本是写什么 宋本是写 不凡而造者死 那我想宋本的写法 是比较有学习意义的 就是他很一样强调一件事 就是凡这件事情 不一定会死人 但是造这个事情很可怕 就是人在衰竭的时候 造这个症状会出来的啊 因此我们也尊重一下宋本的 不凡而造者死 这一句 那这也没有什么问题 那再来十一之十九条 他说 少阴病六七日啊 六七日就拖了一段时间了 然后习高者死 习高就是这个人好像呼吸啊 很浅 吸不到气一样 那习高的人是什么表情啊 现在就是那个 如果你看到有人钓鱼啊 刚钓上岸的鱼放那 那他死前的五分钟 就是习高的样子啊 有人学的很像啊 就是那德行 那这个就是嘴巴一开一开的 那是那种 好像吸不到气一样 那么 像是少阴病的人啊 如果他咳嗽的话 那就是本来就 因为少阴病的咳嗽 就连着肺积水嘛 本来就是肺在积水了 那如果会有那样子的呼吸 代表他的这个 气已经上冲上脱了 不能纳气了 我想如果一个人 要能够退他的肺积水 或怎么样补肾羊的药要开的话 基本上你这个人的气一定要降了下来才能够救 那如果你这个人的气已经脱成那个样子 呼吸都是这样子 的时候 那大概已经没有办法了 气不能下降的人非常难救的 那如果是肺积水的那个咳嗽 那还可以用蒸五汤啊什么的加减味啊 那还有希望之一致 那再来这个十一之二十条 他说少阴病脉为细成但欲我 讲到这边没有什么奇怪的 这普通少阴病就是这样啊 就是脉很弱啊 然后这个人一直都在躺着啊 这是一般的少阴病 他说这个人是汗出不凡 又提到一个不凡这件事情了啊 他其实一般来讲 阴阵是不会有汗的 是不是那如果这个人是竟然有汗 阳症的有汗 比如说桂枝汤如果有汗的话 那是这个人身体里面有抗病机能在发热 对不对 那是好的抵抗力造出来的汗 白虎汤啊 陈气汤那个汗都是抵抗力逼出来的 可是如果这个人是得阴症 可是你看他这身上这种汗滴滴答答流下来 那根本就是在脱阳了嘛 是不是 那个已经没什么好了 然后在脱阳的人 你问他烦不烦 如果他身体里面还有阴阳相争的现象 这个人还可以烦一烦 那他连烦都不烦了 很凉啊 那这个 他说自愈兔 那自愈兔在这里就是他的这个 因为他的阳气已经外脱了 他的阴气啊 这个阴血已经慢慢弥漫到这个 这个消化轴那么高了 那这样子的话 他就会觉得 好像没有办法消化东西 随便给他吃什么都会想吐了 那么他说等到现在还没有很严重 还没有要死啊 他说等到再过到五六天以后啊 他说 等他会开始拉了 等到开始拉的时候代表这个亡羊又变得更严重了 然后他变成烦躁不得我 不得我美 就是这个人躺在那边滚来滚去 怎么样都睡不着了 那我们说中国人认为睡着 要能够阴阳相交才睡得着嘛 那这个人都很明显是阴肾 然后阳被隔聚出去已经脱阳了 那这样子 等到连睡觉都不能的话 那大概就是会死了 那么 烧阴病的这个死症的这个问题啊 我们后代的医则 是不是也在设法克服呢 当然是有 因为张仲敬写的这些状况 并不能说是100%会死 只能说可能张仲敬 他本人的医疗经验 觉得看到这些状况 觉得通常都是救不回来了 这样的一个想法 但是呢 我们后代人用药啊 他的这个无羊这件事情 主要是以补羊为主 对不对 那么阴肾格阳这件事情 比较讨厌 像张仲敬在处理阴肾格阳的时候 比如说四溺汤啦 放冷了喝啦 或者是掺什么人尿 猪胆汁啊 这类的东西就把它引进去 是不是 这样子的所谓的骗药法啊 这个这样的做法是存在 但是或许还是有那个 汉朝的用药的这个 规范啊 没有办法克服的这个体质的问题存在 但是后代我觉得有一些药啊 用得更精了 有些后代的医者 他们还是有一些其他的建议 比如说 汉朝时代用的那个人参啊 听起来就是补一补精液 补一点气啊 不觉得是什么了不得救命的药 对不对 就是生死交官的时候 好像也没有特别强调要用人参 对不对 都是用父子的 可是后代的医者觉得 如果你是完全亡羊脱气的那种 那你买那种顶级的那种 现代的吉林参 那马上炖汤喝下去 或者是吉林参跟父子炖汤 那有没有可能立刻救回来 有希望 如果是纯粹亡羊 没有格据的 现在的那种顶级的好人参 东北的辽参 高丽参那种 那还是有希望 这是一点 那另外就是 张仲锦用的这个柜类的东西 好像就是他就用柜枝 对不对 并没有用到我们今天那个什么 氢化肉柜那种东西 那如果 你说要立刻补这个 对不起 立刻补这个命门之火呀 你说父子 父子好像是全身之阳一起补 没有那么专注在那个命门那一点 可是如果你用现代的好肉柜 加上硫磺之类的药的话 有没有可能点到命门之火 那还是有希望 那你那样的病人可能硫磺已经很不消化了 所以比如说把硫磺贴在肚脐上面 就是硫磺肤肚脐 然后用药里面放一点这个好的肉柜在里头 那还是有可能钻得下去 那如果下不去的话 比如说在张仲锦的用药 你要把这个阳药再往下推的话 可能在这个症状的框架是用冲白 那有人就建议说你其实可以再加代折石 你加了代折石就可以再往下压下去 这也是一个方法 就是要把这个阳药如何压进去 那如果你说这个人阴气太重 阳药进不去的话 那还有一些药物 比如说像是黑锡丹 破阴丹 那种就是用金属的那个签 之类的东西做的药 那那个还是有可能打出一条缝吧 阳药放弄进去 所以后代有一些这样子的用药法 那当然雇注盛气的话 你可以用五味子 那你放了很多补气药 你希望它的一个脾胃之气不要散 你也可以放点桂圆肉 那在这样的用药框架里面 你希望它这个补养药进去之后 不要马上被掀出来 因为那个补养药如果被格局出来 那病人就不能活了吧 对不对 那你也可以想办法用阴药去黏它 比如说各种胶啊 什么阿胶啊 乌龟胶啊 甚至熟地黄啊 对不对 但这不是在告诉你这些药一定救得回来 但是后代的医家在用这些药的时候 也有救回来的 这样子啊 不过总是这个 就是好像人走到这一步啊 就已经胜负难料了 那平常的保养 我想还是比较要紧的 那么像是哨音病啊 比较是代表形态的方计就是用父子的嘛 对不对 四逆汤啊 通脉四逆汤之类的啊 像真五汤的这个水毒 比较是 哨音病里面的这个 肾脏机能的砸病类的了 那哨音本症 其实还是白通四逆 通脉四逆之类的啊 比较是直接 非常强补肾阳的那些药物 比较占到主导 那么这些强补肾阳的药物呢 我想同学也晓得 大陆有一个老中医 李可 对不对 那李可就是 父子放得很重 对不对 很多疑难杂症 那种已经不能治疗的心脏病啊 什么心衰竭肾衰竭 他都把他救回来 是不是 那其实李可的用药路数 我不是在说人家医术不好 我只是说他治疗那一块的用药路数 说来也并没有包含 整本伤痕杂病论 他主要就是拿哨音病 这一块的理论去运用的 是不是 所以就是说 哨音病的理论 你拿来临床运用 那就是用来对付肾衰竭啦 心衰竭啦 这样子的 那同学在读伤痕的 哨音篇的同时 可能很多人自己家里面 也有李可的书 对不对 那李可的那些书 拿来翻一翻啊 互相参照 那这几个死证条目 稍微看一看 那大概能够揣摩出一个 大概的用药的方案 那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这些就给 同学自己读就好了啊 那因为我 从某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 我们在读伤寒论啊 这个 尤其是如果同学 是第一次读的话 我想我们最值得把握的部分 就是那种 清清楚楚是桂枝汤症的 我们就用桂枝汤一号 清清楚楚是真五汤症的 我们就用真五汤一号 就是那种很标准的阵型 我们都能够很稳定的 用正确的药 给它一号 能够做到这样就已经很好了 因为能够在这一个部分 安稳了之后 艺术就会慢慢进步 如果在这个基本的地方 你不能够安稳的话 我觉得是不太妙 因为不能安稳于这个 基本 基本功的这个部分的人啊 不是在说你们这班 比如说礼拜六班好了 礼拜六班啊 我这样讲 其实会太露骨 就是有些同学 在下课或者是上课之前啊 就会互相聊一聊这样子 那你就会发现 有些同学是那种 应该说很热心 还是很多嘴 还是 简单用我的话来讲 就知识抽几狂了 就他每天在家里面保读医书 已经被地方吐了 你知道就读到快要爆炸了 所以旁边同学 他们说他家里面生什么病 他就马上就听了 哇其实你可以怎样 可以怎样可以怎样 然后就开始对旁边同学 这样倾倒他的知识 但是到最后有人拿 最后的他建议那个人 吃什么要来问我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 啊怎么完全开错了 你知道知识这个东西是 没有办法救到一个人的 感知力跟表现力的 而一树的这个树这个东西 是感知力跟表现力的范围的事情 不是知识的事情 因为那种头脑里面塞满知识 可是感知力跟表现力不强的人 他在问人家诊的时候啊 就好像是强迫人家认罪的那种 诬陷人家那个犯人那个样子 你知道 就是故意问一句话 人家如果答了yes 就被引进这个 开这个方的那个陷阱里面去 你知道 他自己诱导病人说他喜欢的答案 就要他决策叫做诊断 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事情的 人都是有成见的嘛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 学这种医术这个东西 就基本功这样子 每一个病他文物 就是那种平常家常遇得到这些感冒 或者是 很合乎书上讲的小杂病 对不对 无助一趟症的头痛 就无助一趟把他医好 对不对 小柴乎症的口苦邪痛 就小柴乎医好 就这样很标准的开 基本功这样子 那日子久了 医术就会好 我也只知道这样的方法 那不要因为今天我们的医术不好 就随便去填塞知识 想要用思考力来填塞这个东西 思考力没有办法填塞感知力跟表现力的不足 这是非常要紧的事情 我觉得我的课是不是有这种诱导犯罪的嫌疑 因为我的课也算得上是有点在卖情报的课 然后就尽量准备多点资料来卖给同学 那这个同学是不是因为这样 所以就是有很 有一些同学是有那种情报收集狂的胃口 那就是听到很多情报 但是那个情报到时候对我们到底有没有帮助 我说 很难说耶 因为我觉得伤寒论 有能教的部分 有不能教的部分 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教的这个 当归式尼汤也好 或者妈方父子肝肠 妈方父子细心汤 他们如果你是完全照书上的标准 或者我们已经知道的临床可以有的辩证点生病 那当然很好搞 可是有一些人他就是那种不三不四的病 他是可以用麻黄父子细心汤治的好的 而那个部分其实你要是有什么标准的辩证战略或者思路 我觉得不见得有 其实那个是你医术在基本的部分熟练了之后 你看到这个人就会自然觉得要用麻黄父子细心汤 就是那是不能教的部分 就是你这个经验值累积到够了之后 就会开始有那种直觉的部分 其实直觉跟经验这件事情几乎是一体两面的事情 因为经验这个东西就是说 当你做一件事情能够完全不想而做得好 就叫做经验老道对不对 像揉个面团做个烧饼都是一样 完全不思考我下一个步步步要干嘛 也能够把那个东西做出来叫做有经验是不是 学语文的话 学头几天都要想文法上要怎么斗对不对 日子久了直接讲就不需要动脑思考力了嘛 所以一数到后来说那个一者一也 那个直觉的部分啊 其实都是在这个正确的经验累积到相当的量之后 会慢慢迈入的 所以我说当归斯尼堂 你看看来治这个什么什么 临床上有治好过什么什么 比如说当归斯尼堂 麻黄父子细心当归斯尼啊 都曾经治好过什么腰椎病啊 什么腰椎肩盘拖出啊 什么什么骨质增生啊 那可是问题 你说当我遇到这种杂病的时候啊 我们固然是可以很仔细的拔一下 这个人到底是有没有手足觉 还卖戏欲绝 那是不是要开当归斯尼堂 这个是有症可装的 那当然没问题 就是在打基本功的部分 但是有些人那个病 他不一定是有症可抓的 那但是在那个不太有症可抓 你必须靠直觉去开队的时候 那个东西就很考验你的基本功 那么基本功的累积 我是觉得一步一脚印的慢慢走啊 是比较踏实的 那个最近我好像在网络上面逛到 就是美国戏谷啊 有一群工程师就是很迷你海下啊 就听了那个 就看了那个DVD啊 然后就去实习了 我看到那群人的言论 我觉得好像是一群失去了童年的人 就是你知道一个小孩子失去了童年 就直接就直接咬着牙过大人的人生 那就是看起来是很比较早熟 但实际上是精神错乱 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他那个没有基本功的部分 直接跳到那个高来高去的部分 他们就是很会用头脑想一些有的没的 想一些有的没的 可是我觉得不行 因为那个经验值是慢慢累积出来的 没有那个经验值 你就开始凭着你工程师的头脑 凭工想象 然后后来他就就在网路上公开一个什么 他们那个新研发的那个辩证程式 对不对 我就觉得说好 就这样子我还暗暗看 我没有再刁难他 我想我是一个标准的无助于汤证的人 然后点完按出来是叫我吃色干麻黄汤 就是 那程式研发总是会有 总是会有一些缺憾 那没有办法 我只是觉得看到那些学中医很急很急的人 或者是那种拜到一位名师的人 我觉得名师的后光真的对学生没有半点屁用啊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那个实际操作累积经验跟累积功力那个部分 没有办法靠名师加持的啦 相反的像那种名师啊 就让学生误以为自己会 然后去做一些他们其实没有能力做到的事情 就是说当你练成了轻功从四楼跳下去 那叫做很帅也没有练成轻功从四楼跳下去就是自杀 就是看到那些人就这样子没有练成轻功就从四楼跳下去啊 就让人觉得太急了啊太急了 所以我觉得我待会上课可能会讲到一些方子就是那种 他平常可以知道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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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可能会觉得说啊我哪里知道会知道是什么什么什么 我觉得这些部分都不要不要挣扎了 现在不会就现在不会你不会我也不会啊 这个但是在那个不会之中我觉得日子久了会越来越会 很多时候到后来就是你那有一个淡淡的印象 那临时就会想起来用这个方 那你说到底那个时候你会觉得那到底是什么道理 我觉得要说一个道理就是功力够了就开得出来了 那功力不够都不要勉强啊 所以我说不要勉强就是不要拼命去思考 因为功力不够的时候思考并不能帮到什么事情的啊 那这个 我就觉得天底下神医很多嘛对不对 那就是遇到医不好的人 那你觉得既然功力不够你就把他推给什么彭义俊什么嘛对不对 然后去看人家吃什么就好了 就这样学就可以了 那我不要不要不要去逞强 那这个 那再来啊我们看一个这个麻黄父子细心仓 这个他的条文是写说 少阴病使得之 就是刚刚开始进少阴的时候 这个人反而发起烧来了 那么 如果 一个人 得少阴病 理论上是烧不太起来的 当然也有例外 因为真五汤也是标准的少阴病 可是他是烧得起来的 所以这个说法上来讲是有点瑕疵的 所以简单来说呀 张仲景这个辩证 你在临床上并不好用 并不好用 那么 他说 脉成者 那其实如果你 遇到少阴病的麻黄父子细心汤症 你把到那个脉 通常那个人就是脉会忽然比他正常的情况更沉一些 更弱一些 那可是 你如果要说 开麻复心 有什么诀窍的话 以脉象来讲 尺脉 大福的也有 尺脉 大成的也有 所以尺脉如果比正常的人 成或者福 感冒的分类大概都算到少阴 然后都大概是麻复心或者真五汤 这是一点 那么你说 以麻复心汤这个的方济结构来讲的话 麻黄是外发的 父子是补羊的 那细心在这边 我们可以说细心是一个通筋驱寒的药 那细心它是身体里面哪里有水 水里头有寒气 它就可以把这个寒气逼散 那这个水气相关的筋 我想 一个少阴筋吧 一个太阳筋 对不对 所以这两条筋细心都特别通 但是我们通常也不会拿细心当太阳筋引筋药 所以我们就当作一般说法是 它是少阴筋引筋药 就好像连数着这个在里的父子跟在外的麻黄 当作一个桥梁 也就是少阴筋走到最表面的时候 那个地方就是可以用麻黄把邪气推出去的时候了 那在里面的时候要用父子补阳 那么细心就负责好像把父子补了阳气之后 但是那个邪气那个寒气还没有办法够到外面 让麻黄推出去的话 中间那一段交给细心 就是一般临床一家是这样看待细心的 那当然细心的神农本草筋的功能是什么通酒窍 对不对 所以后来麻副心汤等于是我们中国人的通酒窍的专病专方了 那这个另外再说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 麻黄父子系心汤呢 是一个我们今天临床啊 非常好滥用的房子 就是说好像有一个大陆什么地方的江湖传说还是什么 就有一个医生 他几乎就是不管什么病人来都开麻副心 然后谁吃的都有啊 那他就只是把脉 他们觉得这人齿脉须就开麻副心就这样子 那这样的开法你说有没有道理哦 我觉得今天的人感冒 的确是很多人乍看是太阳病 但是实际上也是可以用麻副心的 比如说有两种状况 我们是感冒不分筋直接用麻副心的 就是一感冒什么症状都没有 就只是流青鼻涕 那马上就是麻副心就通上来 你就不必不一定要用真五汤 不不一定要用桂枝汤麻黄汤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 一感冒那个当下立刻就腰酸腰痛了 一感冒那就止不起来 那也是立刻直攻哨阴的 那种情况用麻副心效果都蛮不错 然后呢 一感冒立刻就扁桃腺发炎的 我觉得麻副心也是一个可以用的主轴嘛 上礼拜讲到副心请联堂了 是不是 就是也是可以用的 就是没有麻黄也没关系 至少通得到这个喉咙 那么麻副心在使用上面 张仲锦写的是麻黄二细心二负子一枚 负子一枚大概有三到四 所以我认为麻副心比较好用的用量是负子放的比麻黄细心多 那我们一般外面买的麻副心汤呢 那多半都是麻黄二细心二负子一那个比例 那那个麻副心汤有没有用呢 也常常是有用的 可是当它没有用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负子加量比较有用 所以麻副心到底来讲 我觉得负子出头会有用 你就当做现在这个年头 负子品质已经下降了 麻黄跟细心都是那种伤身体的药啊 所以都是品质不会下降的 那负子都会下降 那这个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负子我觉得放多 比较能够确保他的疗效 不然的话哨咽病了 这个人反而虚掉了就没有意思了 那还有一点啊 在下课以前再讲一句 就是这个 如果这个人是发热而脉成 如果照张弄紧的那个讲法的话 发热而脉成 发热是一个人的身体亢奋 可是脉成是这个人吗 好像血压掉下来了 心肾都衰弱了 对不对 那在这种情况 你可以说这个药物里面啊 负子是一个能够强心强肾 但是会降血压的药 那你说这个情况下 如果你直接开负子好不好 不行 这个人血压不能更低了 那麻黄呢 是发邪气 这心肾不太好 但是是生血压的药 所以这两个东西 刚好又是一个悄悄板 针对这个脉症来讲 反发热脉沉这个状态 麻黄父子同用是有意义的 大概是这样的思路 那同样的像麻黄汤这个方子 你也可以说 像有人就在说 麻黄汤其实是个大喊药 是含到你出汗 这个说法是一个象征性的讲法 但是从这个药性的这个面向来讲 我觉得它那个象征性的讲法是有道理的 同学下课可以想一想 那我们休息一会儿